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味道一定格外好了 这样想了以后 愚人就向主人索取了一杯盐 一口吞进嘴里去 不料闲得要命 就急忙把盐从嘴里给吐了出来 这故事比喻了修行人适当的节量饮食 少欲 知足是对于身体和修行都有好处的 但一般外道声传 矫枉过正 缩心提倡 不进食 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 因此有断食七天或十五天的 结果影响身体困而而死 对修行却一点都没有益处 这是错误的 那种做法和愚人吃盐一样 是可笑而又愚蠢的举动 故事中 愚人因食物中加量少量的盐 而觉得味道干美 以为味美在盐 多多益善 便空口食盐 令人觉得他的行为愚痴 可笑 却不知我们经常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或做人处事 当不偏不倚 不急不徐 不紧不闷 不苦不乐 果由不急 皆不合乎中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